他竟然還可以再代謝髒物 就發現真的有夠髒 在妝臉上會看到非常明顯 所以當你代謝完那些 你平常不知道他有那麼髒的之後 皮膚真的會變亮 我原本以為他的效用就是代謝這些東西 然後溫和的代謝對我來說已經很加分了 他體量對我來說已經很加分了之外 他的改善毛孔我嚇到耶 我發現我的那個粉刺重災區的 那個密集度變少了耶 沒想到他們的改善毛孔 這件事情有這麼有感耶 因為這兩個月以來 他讓我的穩定期變長了 試用完兩個多月之後 我確定我要拿他來跟大家分享 是 長精華的系列就是專門針對 辣黃肌 就是疲憊啊 可能最近比較常熬夜啊 的那種缺水 然後跟你臉上開始覺得 他有一些閉鎖性的小東西 想要爆發的時候 他的霜保濕度很高 他裡面還有4%的仙人掌患膚精華 百萬顆的仙人掌精華 他是退黑患膚因子 他可以在按摩的過程中幫我們代謝老廢角質 所以呢 他的那個靜白因子結合他的 礦物圍晶體 可以幫我們調理角質的代謝 也可以改善膜 就是使用這一組的那個 夜光水 把它倒在化妝棉上面 這個霜你可以自己決定要洗掉或不洗掉 但是我的習慣是不會把它洗掉 他是可以直接用 下一步的夜光水 去把臉上你覺得過多的霜 把它先擦掉 這個夜光水也可以當化妝水 在白天的時候用 而且它可以吸附油脂 有效的控制你白天的出油狀況 用完就是這樣 你就看平常我們卸妝洗臉 有多麼沒有生成清潔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仙人掌精華 然後就開始抹在臉上 超級舒服的 他是日本獨家的水凝縮技術 所以他一次可以釋放200%的水分 而且他的潑尿酸使用那種 紮成大小分子潑尿酸 所以他可以生成修復我們的 那個缺水肌膚的狀態 他的仙人掌潑尿酸 跟一般的潑尿酸 不同在於他的分子大小 仙人掌潑尿酸 他的分子比較小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他很快就會進去我們的皮膚裡面 你就會立刻感覺到 他喝飽了水 而且他還有 鎮定舒緩的功效 所以剛剛可能我們前面用酸 稍微有點刺激的時候 在最後一步的這個精華 就可以幫助我們 鎖水保濕跟鎮定修復的效果 喝飽水的狀態 剛剛換膚完亮白了之後 接著就要趕快把它鎖水 這樣鎖住 晚上去睡覺 更新起來就會亮很多 這是過去我跟用 杏仁酸那些不一樣的地方 他這系列的溫和刷酸 他就是讓你用 鮮霜厚水的方式 先讓你的皮膚代謝掉一些角質 潛藏在你肌膚裡面的粉刺啊 痘子 因為他是叫做溫和刷酸 是因為他裡面含有了 微量的仙人掌精華 不是我們過去所了解的那種 杏仁酸也好 或A酸 他這系列的產品是 不含酒精 不含A酸 也不含刺激性的殼 他不會過度的刺激 這對我來說真的太重要了 不含酒精 我會兒的 不含我 不含我